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多的国文课 但是中文教育对各位来说 仿佛已经跳出了理解思考表达的根本 变成只是发挥模糊 被制约化被载约的一种工具 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国文课 可以带给同学一些新的想法 跟新的理念 那今天老师呢 想要送给你们一样礼物 透过简真的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 我想带给同学一个新的思维 对国文课这个课程提出一个新的思维 简真的他在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 这本书里面他提到 在2007年的夏天 他们一家三口远赴到美国旅居了四个月 那简真的这个儿子呢 就读当时就读了小学四年级 新学期的开始 那简真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 都会担心孩子的适应能力 担心种族歧视 而且会担心是不是会遭到老师的忽略 和同学的排挤这些问题 还好这些担心呢 并没有发生 在第一天放学的时候呢 他的孩子就带着笑脸 蹦蹦跳跳的就回家了 那当然做妈妈的一定会检查孩子的书包 很奇怪的是 简真他从书包里面 没有看到作业考试评量和练习簿 只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装有牙签 橡皮筋 OK棒 铅笔 橡皮叉 铜板 糖果 等十二样东西 还有一张粉红色的杏子 纸袋里面呢 是十二样东西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呢 每样东西都有一些象征的意义 那我想 各位同学你们应该知道 国文这个课程 不只是教给学生知识 文学上的知识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给各位同学 一个理念 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规范 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模范 让同学在言教跟深教的影响之下 去改变你们的思维 那到底简真他的这一本书 《老师的十二样见面》里 到底是哪十二样东西呢 也许同学看到这十二样东西 会觉得它非常多余 但是我希望各位同学 看到这些东西时候 可以想想 它真的是多余吗 也许它们都有一些象征的意义 跟象征的讯息 所以我希望同学能够跟着一起来思考 第一样东西呢 发现到原来是牙签 牙签就是挑牙齿缝隙里面的这些杂物 肉血啦 青菜啦 但是这个牙签留在我们身上 到底有什么好处 原来我们在一个班级里面 互相跟别人成长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透过别人 来看到自己的短处 透过别人的长处 来修正自己的短处 所以牙签的目的是要你去挑出别人的长处 能够挑出别人的长处 才有办法去修正自己的短处 所以呢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牙签的意义 第二样东西打开一看 原来是橡皮筋 橡皮筋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 所以代表着一个人 同学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弹性 也就是维持自己的可塑性 这个可塑性可以让我们对很多事情 有一个完善的处理 因为人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遇到一些人生必须要处理的事物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保持弹性 在这样的一个弹性底下 把所有的事情完成 才有办法解决你现有的问题 或者是未来的问题 第三个是OK棒 OK棒当然同学一看到 就知道它就是要什么 它要修复我们的伤口 可是呢 它跟人生有什么关系 它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它并不是要修复 你表面上的伤口 它是希望你能够恢复 自己跟别人的感情 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 人际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必须要跟他们相处四年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借由 这样的一种修复的关系 来恢复你跟别人的感情 再来第四个是铅笔 铅笔是什么意义呢 每天同学可能到了教室 打开自己的笔记本 或打开自己的课本 然后你就会拿出你的笔 当然未必是铅笔 可是这个笔显然对同学来说 是记下你今天所有 所学习到的东西 可是我们希望同学从今天开始 从大一到大四 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写下你自己的愿望 同时记录下你这四年来 所收获的所有的事物 成就你这四年来 所有的成长的这个记录 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 美好的回忆 而不是一些 悲忘的这个过去 第五个 我们看到的是橡皮擦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橡皮擦可以擦掉的 是我们纸上的这个错误 可是呢 你必须要用你的心 去修复你的错误 那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没有关系 因为基本上 你只是一个学生 学生本来就有犯错的权利 你可以在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 修正自己 让自己下一次不犯错 就OK了 所以希望橡皮擦 可以带给同学 这样的感觉跟体会 第六个看到的东西 是口香糖 口香糖跟橡皮筋一样 都具有弹性 都具有弹性 可是口香糖 比橡皮筋多了一些韧性 还有趣味性 你可以把口香糖 吹泡泡 吹成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泡泡 所以基本上来讲 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 你就会发现到 像口香糖一样 每一件事物都会得到它的这个乐趣 所以除了韧性 将这件事情完成之外 你同时需要在工作当中 或是你坚持下去的这个事情 找到你的乐趣 当然相对的 必须要有乐趣 才有办法坚持下去 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第七个东西呢 是棉花球 棉花球提醒你在这间教室 充满了所谓的善言 还有温暖的感情 所以呢 希望同学能够像棉花球一样 让这个教室充满了温暖 充满了好的这些话 好的这个言语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透过棉花球 得到这样的讯息 那第八个东西呢 是巧克力 巧克力 各位同学 你们认为巧克力通常在什么时候 最有用呢 当你遇到了考试 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会不会想要吃巧克力呢 据说吃了巧克力之后 可以让大脑觉得非常的平静 所以呢 巧克力是要让你在沮丧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艰难 你就会很舒服的 很愉快的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所以是要提醒你 在沮丧中 学习如何去克服这些事情 第九个东西呢 是面子 面子 是要帮别人擦干眼泪 所以代表的是 在这个人际互动的这个关系中 你如何去关怀别人 如何去帮助别人 所以看到面子的时候 想想 你周边的人 是不是有人在哭泣 有人需要你的帮助 那也许你就可以给他一张面子 再来第十样东西呢 是金线 金线就是要把各位的友情绑在一起 我想十年修得同传度啊 各位同学今天能够在这里 彼此当同学 这个是难得的一个缘分 所以记得用金线 把大家的友情绑在一起 大家一起度过这快乐的四年吧 第十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铜板 提醒你你是有价值而且特殊的 也许各位同学会觉得说 掉在地板上的那一块钱铜板 你连想捡都不想捡 可是不要忘了 每一个一块钱累积下来 就会变成很多钱 所以你是特殊的 而且你是有价值的 所以不要忽略自己的特质 最后一样的界面里 原来是什么呢 救生员 可是因为呢 老师总不可能去搬一个救生员 给他们吧 所以呢 在简真的这本书里面呢 用糖果来代替 也就是救生员的圈形的糖果 这个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遇到挫折 你需要谈一谈 不要忘了 你的身边有老师 可以帮你 所以 就是这十二样东西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 你们得到了多少 体会了多少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中文教育 能够透过这十二样界面里 重新让各位省思 重新来检视我们的中文课程 所以 我希望同学在今天的第一堂课 能够从心到手 由手连心 悠悠在这一年的课程中 因为我们的国文课 只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一年 我希望同学 重新去体会文学 然后从这个文学 再体会到你的心 也许呢 各位在这四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了解到 你的心可以变得有多大 你的心呢 可以延伸到多长 多广 而你的这支笔 你的手的这支笔 可以写出多少 令人感动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 除了把你的心放开 也希望你用手 去写你的心 然后悠悠在这一年的课程当中 我相信 各位同学 可能在这个文学的课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这个收获 再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 这一年的这个课程 基本上 我们分成几个目标来谈 第一个是课程缘起 第二个是课程目标 第三个是课程设计理念 第四个是课程大纲 还有我们课程进行的方式 作为类型 以及成绩评量 这几个方面 刚才同学可能有提到 看到所谓的这个课程缘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在PPT上面呈现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 跟同学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要有 这样的一个课程 因为整个中文教育呢 一直是以教育体系 一直是教育体系当中 非常基础 而且重要的一门课程 那是一切理解思考 表达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们必须要 藉由这个阅读跟写作 一入一出 阅读是入 写作是出 这样的一个行为 来实践自我 然后跟社会互动 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来承载文化 深入文化 传承文化 也许各位同学会觉得 文化这两个字眼 太过于沉重 但是呢 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心是空洞的 所以呢 我们还是必须要 归根于这个文化 找到这个心的深处 找到生命的这个重点 重量 才有办法呢 去承载生命 整个过程 但是呢 网路上 快速的一个发展 一切都变得 非常的便利 跟快速 所以呢 中文写作 本来是从表意文字 然后呢 慢慢的 现在变成拼音文字的 输入法来完成 文字的印象 还有这个手感 越来越模糊了 也就是说 各位同学可能就拿 这个键盘 keykey 文字就出来了 你可能不会去理解 这个字 它是一个图画 中文字是一个图画 你从来 你从来可能就不再去想 这个图画背后 呈现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整个挥发是非常模糊的 那阅读的方式呢 也越来越肤浅 本来是文字想象 现在变成图像 刺激 影像刺激为上 然后阅读的这个抽象的时空 被载化 被制约 所以呢 书写越来越减乏 阅读越来越不耐 考试的这个提醒 为了要适应电脑阅卷 然后达到这种 粗糙的公正公平 弱的只能写上 1234或者是ABCD 甚至打了勾 图黑答案卡 复制贴上的这种简便功能 也推破助澜 所以呢 看起来非常壮观的这个报告 搞了半天呢 只是杂乱无章的剪贴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催化之下呢 不仅削弱了各位同学的书写能力 同时也弱化了你们阅读的这个内涵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种中文教育里面 首当其冲的 我们要收拾这样的残局 我们希望大专院校的中文课程 成为中文教育呢 最这个根基 虚短 所以我们必须呢 要给予你们一些内容 一些实质 甚至呢 一些价值 让你们从这个体系当中 跳脱出去 开始燃起这种阅读的制成 然后有这种书写的这个火种 希望未来你们透过这个兴趣 重新再检视这个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呢 我们希望这个课程是带给同学兴趣 你透过兴趣开始想要去阅读 你透过兴趣开始想要去书写 阅读跟书写代表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也许同学会觉得 阅读非常的困难 可是实际上 只要同学打开第一页 就可以打开第二页 就可以打开第三页 我们其实就是要提发你这样的一个兴趣 让你打开每一本书 那每一本书都是提升自己最大的一个阶梯 所以你如果愿意打开这个课本 打开这本书 打开一本你想要读的书 那你就可以开始提升自己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带给同学莫大的改变 透过兴趣来持续阅读持续写作 当然不是要同学每一个都成为文学家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需要去表达自己 你需要需要去抒发自己 表达是在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工具 包括你在工作上需要表达 你跟人际关系也需要互相的表达 所以表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同时你需要情绪的抒发 那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情绪上的抒发 那这个情绪上抒发 当然同学要抒发自己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透过音乐来抒发 那你也可以透过运动来抒发 但是我们这里是希望同学透过文字来抒发 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式 你不需要去买个乐器 你也不需要有一些运动的器材 你只要一支笔 你只要一张纸 你就可以去抒发自己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在人生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抒发 让你的人生呢 能够有更多更多平稳 平顺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课程带给同学 这样的一种感觉跟感受 那我们这个课程目标呢 主要就是要引燃 你们在阅读跟书写上的火种 借由文字的大海 引导你们去观察思维 而且书写各种面向的生命议题 同时去思维 这个人间的这个大洋 培养你的智慧 然后让你埋下关怀的种子 悠游出声广的这个生命 也许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也许这个是非常伟大的目标 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同学能够企图 试着去做做看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在文字上面 阅读声广 然后在书写上能够达庙 可以大开大合 就好像你呢 坦塞在那个日光下 这么的简单 主要只要你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教养跟智慧 你就会像心香照亮一样 原归你的生命的安顿跟升华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心香照亮 心香亮照这样的一个词语呢 因为基本上来讲 你的心就是你的故乡 你的心就是你的故乡 你心里面内心的这个回归跟思索 可能会带给你生命很多不同的抉择 产生你生命不同的一个形态 当你困境 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会回归到心去思索 为什么生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顿 所以呢 心灵就是你的故乡 回归到故乡 人喜欢回归到故乡 人在死后 甚至在这个遇到挫折的时候 想要回归到故乡 所以 当你心境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回归到你的内心 重新解释内心的这个状态 然后才能够重新出发 所以你的心灵就是你的这个故乡 我希望同学能够找到 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安顿跟升华 然后我们整个课程的设计理念 是借由阅读跟书写 来教导各位同学生命教育的内涵 也许同学会觉得生命教育跟国文有什么关系 同学你们或许不了解 语言文字本身 它是你生命的一个形态的展现 不同人格的人 不同思维的人展现出来的文字就会不同 所以呢 它当然跟我们的生命有息息相关 你的生命形态不同 你呈现的文字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文有直 是一个文直彬彬的学生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语文教养 同时也是一种语文的智慧 那整个课程设计呢 我们有浅入深 有图像 有文字 在课堂中我们会讨论跟分享 课后我们希望有读书会 课中也许有电影影音 然后呢 我们也许会有心脚踢踏 带同学到校外去走走 了解你所处的这个环境 跟你生命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有查一查染 动手制作这些作业 然后希望能够鉴刺 由这些引导 慢慢的让你对文学重新解释 这些看起来都是外围的东西 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其实文学就是生活的实践 所以呢 同学不要忽略掉你生活当中的 一草一木 任何一个活动 它可能都会带给你生命 很大的一些契机 再来我们要说明的是 整个课程其实是以相这个字 来含设心 时间 还有空间 所以我们构筑了三大主轴 九个单元 透过这个东西来连结我们的教材文本 作为阅读书写的一个指引 那为什么是由相这个字来含色心 时间跟空间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心灵就是你的故乡 所以当你出生之后 你的心就开始跟这个社会互动 所以你的这个心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你受家庭的影响 你受学校的影响 你受社会的影响 你受整个环境的影响 你受整个自然界的影响 你受整个宇宙的影响 所以呢 当然是从你这个心 然后延展到你这几年的这个时间 包括各位同学现在可能18岁 你从一岁到18岁这个时间 你的心的流动的情况是如何 那你存在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意义 你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到底带给什么样的意义 各位同学到中华科技大学来 你们看到了四分锡 你们看到了大脚领 你们在这个四寿山底下 开始阅读 开始从事你的这四年的大学生涯 你们有了解到这个环境 对于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四分锡每天都在流动者 可是各位曾经看到过四分锡 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或者是你在四寿山底下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曾经看过这附近有什么样的 这个真情野兽吗 或者是你可以感染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气候变化吗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做出不同的决定 不同的感受 所以呢 这都是一些文学的素养 那我们希望同学透过这个心 从你出发 然后去感受你自己 去感受你的家人 感受你所爱的人 感受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 然后呢 感受到你的朋友 还有你未来在这个社会的关系 同时将这个心扩大 到这个空间 也就是这个自然跟宇宙之间的 天地之间的这个关系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心 放大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流动 那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生命非常的开阔 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 你会发现到其实周边 所有的万物都陪着你一起成长 那我们希望同学能够透过这个课程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领悟 所以我们课程分成三大主轴 第一个就是心灵源乡 第二个呢 就是地球同乡 第三个就是在地故乡 心灵源乡基本上 可能跟你有关自我的了解 了解自我 我想各位同学可能会觉得 你进入到大学之后 你开始觉得迷惘了 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觉得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去考大学 考大学是你唯一的目标 考上大学是你唯一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并不觉得生命非常的迷惘 可是进了大学之后呢 反而开始觉得心灵非常的空虚 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 念这个科系到底能够给自己什么东西 给自己什么样的帮助 我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这个工作 借由这样的课程找到相对应的工作吗 可你开始在质疑 开始在迷惘 所以我们希望 即使你到了大学 你已经18岁 甚至到了20岁 你已经慢慢成熟 你还是必须要去了解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 你自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你想要在把自己定位在这个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你可能要去思考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才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透过这个兴趣呢 你才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方向 所以呢 这样子你才能够在这四年当中 去了解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东西 自己希望获得的知识 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 这样子这四年才不会白过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透过心灵元香 从自我的了解 开始出发 当然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包括你的家人 所以呢 除了自我的了解之外 希望你去体会这些爱你的人 他们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 包括你的家人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呢 你所爱的人 这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 到底占什么样的地位 你能不能把这个心推展出去 推展出去到他们的这个身上 我相信人是自私的 一定会先爱自己 先爱自己并没有什么错 可是你可以透过先爱自己 然后把这个爱推展出去 推展到你的家人 推展到你心爱的人 各位同学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可是呢 大家从来没有想过 最亲密的人 往往是最疏离的人 所以你的家人跟你的关系 往往都是最糟糕的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让同学去体会 这些在你周边的人 跟你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你如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找到定位 如何在他们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找到爱他们的元素 那你就会觉得有所依靠 家是你的一个依靠 你所爱的人 是你心灵的这个停顿的地方 你需要休憩 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心灵当中休憩 你才有勇气 才有力量在往下走 所以我们希望心灵源 相当带给同学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们选文上面 也多半都是以自我和家 还有爱情为主 再来是地球同乡 地球同乡 基本上来说 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讨论的是自然与天地的关系 自然与天地的关系 近几年来 我想各位同学都能够体会到 我们往往认为 人的力量非常大 那透过人的这个力量 似乎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是却没有想到 最近这几年来 地球不断的在反扑 因为我们太自以为是了 总是认为 人定胜天 可以改变自然 改变天地 殊不知 自然有它的一些原理 天地有它自然的一个规律 可是往往呢 我们不懂得 它们的这些规律 只是一味的 想要用人的力量 去定位自然 跟定位天地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其实呢 我们想要透过 庄子的一些理论 道家一些理论 还有一些文本 让同学能够了解到 我们跟自然 其实是平等的一个关系 跟天地 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不是说我们比较优越 自然比较卑贱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蹂躏这个自然 蹂躏这个天地 错了 我们是跟他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那他们的生命的智慧 并不见得弱于我们 从他们身上 从自然界的这个了解当中 可能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一个智慧 去改变自己 而且呢 跟天地跟自然 共生 共生共处 这样子呢 才能够让人 活得更长久 人的那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 起源来自于天地 我们最后也是回归到天地 所以在这个对天地的这个了解当中 才可以让人的那个生命 是有意义 而且是绵长的 那这是地球同乡的一个概念 再来呢 就是在地故乡 也就是各位同学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故乡在哪里 那由于中华科技大学刚好在南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 同学多了解一下南港这个地方的意义 因为你要在这里呢 居住或者是读书 近四年的时间 也许同学住校 所以你可能要在这边居住四年 那同学来来往往在这边四年 你对这块土地能够多了解一分 那你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认同感 有了认同感之后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找出更多的生命意义 我想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校园的旁边 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开发的更大 原来四周都是一些什么呢 生灵保护区 你们知道在山林里面有五色鸟吗 你见过五色鸟吗 那你们知道四分C到底有哪些 有看过白露丝吗 有看过老鹰在上面飞翔吗 你们知道四分C底下有些什么样的生物吗 你们可能都不晓得 可是呢 它就在我们的周边 我们却不断地忽略它 这代表呢 人类过度的自私 只考虑自己在这个地位 在这个生命当中 在这环境里面的定位 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周边的东西 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跟帮助 透过自己对环境的一个了解 我们可以去体会 生命重新的一个意义跟启发 生命价值的扩展 视野的一个扩展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样子让你扎根 同时呢 重新检验这个环境对你的一个意义 也许呢 你会发现到 这四年来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视野 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的这个三大主轴 所以呢 我们整个课程分成九个单元 九个单元 心理原乡有家与我 爱与我 工作与我 人与我 梦想与我 还有天与我 那地球同乡呢 就是万物与我 那在地故乡呢 就是地与我 以及南港与我 那地与我 基本上 因为你的故乡 未必是南港 所以呢 我们希望加入这个元素 让你去体会 你对故乡的一个概念 同学应该有听过一个成语吧 这个成语叫做 狐死守秋 这个成语在说什么呢 他说狐狸呀 各位同学应该知道狐狸吧 狐狸这个动物呢 他在死的这个当下呢 他会想要 如果他自己发现到自己 快要死了 他可能会想要 想办法 奔回自己的这个巢穴 可是如果他没有办法 奔回自己的巢穴 他如果当下 就这样子扑倒了 死在当地 他也会想办法 把自己的头 朝向这个巢穴 所以他才说 狐死守秋 守就是头的意思 哦 那他把头 朝向于这个秋 就是他的这个巢穴的地方 那连动物都知道 要归巢了 所以呢 人就更不用说了 故乡对你的影响 一定是非常深厚的 在你心里里面 产生很大影响 只是你没有感觉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体会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同时希望这四年 能够对南港 有一些感受 所以这个就是 在地故乡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单元主题里面呢 在心灵原乡 我们有六个单元 加于我 我们用一句歌词来代替呢 就是相间的歌谣 是永远的依靠 这是周杰伦的歌 那爱于我呢 我们用一整个宇宙 换一颗红豆 来作为这个主题 的重点 那人与我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我们透过别人 看到自己 所以呢 对方就是我们的眼 所以你是我的眼 透过这个歌词 来代表这个主题的含义 工作于我 汗水在他身上 化成了彩虹 希望你付出的这个汗水 都能够变成彩虹 变成你生命当中 有意义的这个部分 所以透过汗水 在他身上化成彩虹 成为工作于我的 一个主题意义 梦想于我 什么都不怕 相选严 这样的一句 台语的这个词语 希望同学能够 跟自己的梦想 往前冲 不要怕 只要你有希望 就会有成功的一天 再来第六个单元呢 是天与我 天与我 透过自己去看到天地 看到自己 所成长的这个宇宙 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定位 所以呢 等到风景都看透 我们了解自己跟天地 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延伸到万物 春天的花蕊 透过这样的一个 美丽的风景 我们会发现到 旁边的这些万物 都是一些美丽的景物 可是我却无视于它的存在 我们可不可以打开自己的眼 重新看看 这美丽的这些景观 他们对我们生命的一些 启发与意义 最后 地与我的单元 是黄昏的故乡 回到自己的故乡 思索自己生命的起点吧 最后呢 是南港与我 爷爷泡的茶 我想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 南港的市花 这个曲花不是 不好意思 不是台北市啊 南港是一个曲花 南港的曲花是什么吗 南港的曲花呢 就是桂花 就是桂花 那南港它最有名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农业种 就是所谓的茶叶 就是茶叶 那当时 在南港落居的这些居民们 他们发现到这个地方 很适合种茶 但是茶不够香 于是呢 他们要让那个茶叶呢 有更多的香味 在这个附近种了很多的桂花 所以你们知道吗 南港有所谓的桂花剂 桂花节 甚至还有一些桂花的一些产品 都是透过这个茶 所延伸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这种产业 所以呢 我希望同学能够透过爷爷泡的茶 这样的一句话 去了解到南港的这个地方 它的特色 跟它的这些景观 然后让各位同学了解到 先民们的努力 以及自己应该要往哪里去 往哪里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九大单元主题 那我们整个单元架构 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破题 我们选文 选出来的文章 以文本为主轴 然后呢 开始告诉同学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那可能我们会阅读这些文本 或者有些文本 会让同学自己回去阅读 因为毕竟我们上课时间有限 再来呢 是悬疑与拔高 悬疑与拔高 主要是希望通过 通过这个同学在阅读文本之后 然后呢 进到这个教室里面来 我们互相讨论 或者是我们提供一些演讲座谈 让你们去了解 一些问题 跟选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选文的问题 一定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的生命主题是有关的 那我们希望同学 透过这些反思 问题的反思 了解到一些更深入的生命意义 然后再来 独白跟告白 好 你开始有些反思之后 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有了反思之后 有了一些理解之后 可不可以开始动笔去书写呢 希望透过独白跟告白 把你心中所想的事情 书写出来 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有 华丽的这个修辞方法 我们只要求你把你的内心 真实的内心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独白跟告白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内心书写 让同学发现到 其实书写一点都不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书写为主轴 来进行第三个这个单元架构 最后我们再向前走 那向前走 当然我们要先了解 你们书写的成果情况如何 有没有值得去修正的地方 需要修正的地方 那彼此来做检讨 最后呢 给你一个修正的方向 让你能够往下走下去 所以第四个单元呢 就是向前走 那整个课程大纲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那几个单元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是透过每个单元主题 然后再加上破题 悬疑 读白告白 向前走 来进行整个课程的一个过程 那中间当然会加上 加上什么呢 语文游戏 因为基本上来讲 修辞方法 虽然好像没有需要 完全的去依靠修辞方法 才能够写作很好的文章 但是了解修辞方法 可以帮助同学 在写作上面 有更高的一种进展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会带领一些语文游戏 语文的习作 让同学呢 借用这样的一个语文习作 语文游戏 去了解到这个修辞方法 同学知道这个修辞方法怎么用 怎么用 因为基本上来讲 现在已经不是要同学去 以考试为目标的一种读书方法了 读书态度了 我们是希望同学了解这些工具 然后去用它 去把它发挥到一个极限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语文上的这些游戏 能够带给同学一些趣味性 而且呢 你会发现到这个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难 很好用 也很有趣 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些周次 能够用借由这个方式来呈现 那同样道理呢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中间 会有一些影片的欣赏 同学作品的一些赏息 那影片欣赏呢 是目的 是要透过 透过影片 让你了解别人的人生 因为毕竟你的人生就只有这么长 也许一个人只能活到百岁 但是透过这个影片欣赏呢 你可以了解到各种不同的人生 每一个影片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人生 你的生命有限 你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人生 所以透过影片 可以更快速的去了解别人人生 了解别人的方式 了解别人的这个思维模式 然后来促进自己 让自己成长 所以呢 我们会希望同学来参与这个影片欣赏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同时呢 我们不希望同学在这个影片欣赏之后呢 就看完就算了 也许呢 我们会希望你们能够分组讨论 同时也希望你对这影片提出你个人的看法 那希望这些影片能够带给同学一些意义 跟延伸的一些作用 再来呢 最后我们就希望同学能够 在最后一周 18周的时候 藉由这一整学期的这个成熟跟分享 做出来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 大家可以互相介绍 互相讨论 因为我们上学期整个主轴 是放在自我 延伸到家庭 爱情 工作 还有你的梦想 这些范畴 所以基本上来讲 都跟你个人息息相关 所以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弄一个 有关的履历手工书 就是你的履历表 那透过你的履历表 去反射 你生命的一个历程 从你开始检视你自己开始 还有检视你跟周边的人开始 然后去检视你自己生命的历程 这些有意义的东西呢 抓到这个履历表里面来 抓到这个手工书里面来 然后去思考 思考自己的定义 还有对社会 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履历手工书 将来同学可不可以带着走 成为你找工作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个历程 了解自己 从小到大一个生命的历程 那希望这个东西对你们有用 对你们有用 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的这个期末的时候 我们不考试 然后也希望同学透过这个东西 来了解自己 同时呢 我们希望同学在课堂上面做报告 因为你要分享 那别人透过你们的报告 去了解到你的生命历程是这样 也许我介绍我自己的生命历程 我的生命历程是如此 可是我听到别人的生命历程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生命历程 那我们可以互相的什么 互相的检讨 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些生命历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可以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启发 也许各位同学说 我才18岁耶 可是同学不要小看 18岁 18岁其实已经是一个可以成熟到去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年代了 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小看18岁 也许这18年来 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希望在18周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来跟大家分享 那到了下学期之后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走出去 上学期是在自我的一个 自我跟自我周边的这些事物的一个反思 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 你的工作 你的朋友 这些的反思 可是我们希望到下学期之后 你要走出去了 不要停顿在自己内心当中 走出去看看天看看地看看万物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固守在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走出去看到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 然后呢周边的这些万物到底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许你会发现你的眼界可以大开啊 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同学 如果有机会就到国外去走一走 不管是去游学 或者的你到国外去当这个义务的志工 你走出去你才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的大 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同学能够在寒假的时候 你走出去自己走一走 一个人旅行 旅行到处走走看看 看你能够看到什么 平常你不注意的东西 围不住到东西 也许在这个时候变得有意义起来了 也许旁边的一棵小树 旁边的一朵小花 它也许可以带给你生命的一些启示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希望呢 同学借由从这个家走出去 看看天看看地看看万物 也许呢你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希望能够这样 再来呢 到了期中考过后 那我们会希望 同学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分享 借由你看到的 阅读到的 来分享 从阅读文本 然后课堂写作 然后再来呢 分享 就是书写跟分享 那当然这个书写跟分享的内容当中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透过对土地的一个了解 去了解到人跟土地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会希望同学书写的这个内容 跟土地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我们会希望同学来书写老者 或者是说 你对生命的一个看法重新解释 也许呢 我们会请同学写一封遗书 那同学一听到遗书 可能会觉得说好可怕 我还没有死就要叫我写遗书了吗 其实不是 其实写作遗书只是要同学去解释 如果当你的生命终结的时候 那些活着的人 曾经爱护你的人 你需要跟他们告别什么 有没有需要告别什么 不要等到也许你突然之间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 你带着一种遗憾 就这样走了 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没有告诉自己心爱的人 或者是这个天地 那其实我们透过地狱我这个单元 其实就要了解 人的那个生命 其实就跟春夏秋冬季节变换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这么害怕死亡 然后倾向于这个生 生命 生命的存在 其实生命的存在 跟生命的死亡其实是一样的重要的 那死亡也许不是那么的可怕 那当我们发现到死亡不是那么可怕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死亡 我们就会处自泰然 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些老年人 老者 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困境 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启发 或者是说我们给他们一些安慰 让他们在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遗憾的离开人间 然后最后当然 透过南港与我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做最后的一个书写 然后作为最后的一个结论 然后透过这个南港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 你提出你的看法跟想法 也许呢可以让我们分享到你看到的 听到的感受到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下学期会有一个真文竞赛 那这个真文竞赛我要求同学一定要参加 那题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 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些阅读体位 还有书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简简单单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成为你书写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希望同学把这些书写的这些成果 引领出来 我们去参与一些竞赛 不一定会得名 但是呢基本上来说 你已经愿意开始拿起你的笔 以及一张纸 然后呢去书写你生命当中周边的所有的这些事物 那我们希望整个课程的这个进行 能够是这样 那整个课程进行的方式 我们刚刚有稍微已经有提过了 包括你绞交数学作品 讨论记录 课余的时候 当然希望你能够参与线上讨论 分享心得 那如果你参与专题竞赛 影片欣赏 或是到校外去参访 我们希望你记录活动 活动心得 能够拍下这个影像记录 然后最后呢 我们希望你能够交出一些成果 而且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组织乐读会 彼此互相激荡 一个人读书是很辛苦的 一个人读书是很寂寞的 可是如果大家一起读书 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乐趣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参与这个读书会 然后彼此呢 互相激荡 跟成长 所以本学期的整个作业的类型 课堂上我们会有一些组织写作 有一些分组讨论 有一些语文游戏的习作 或者是主题单元的书写 课后呢 可能会有同学的阅读心得 包括你的影片心得 或是你阅读一本书的心得 然后如果你有组织这个乐读会 也许你有乐读会的记录 然后也有希望同学课后 完成所谓的期末作业 期末的这些报告 再来我们希望大家在线上讨论跟分享 那整个学期的成绩评量 基本上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重视操作的课程 不重视考试的课程 所以呢 我们其中考 基本上我们占的比重比较低 就只占20% 因为你平常每一天到学校来 你一个人就会开始做一些习作跟书写 所以我们希望平时的分数能够高一点 那期末基本上他签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报告 所以我们期末分数也会希望提高一些 所以平时分数我们占40% 其中考分数呢 我们占20% 期末呢 我们占4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是提高这个平时分数的原因 是希望同学来参与我们这个课程 在课堂上习坐 然后同时呢 也代表你这个对这个课程的这个出席率 跟你参与学习的这个态度 还有同学要上台报告啊 所以基本上来说 你在这个课堂上面 你呈现出来的一种样态 可以做我们成绩的一个评量的重点 那至于这个期中报告 你可能只是教一篇心得 所以基本上这个同学可以回去处理 就OK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平时成绩 跟期末这个报告的这个绞交 还有平时这个参与 来提高同学的这样子 参与这个课程的这个意愿 也希望同学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有所收获 而不是呢 就听听故事 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国文课程 所以我希望同学 在第一年进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课程上面 能够有所收获 同时也希望同学 未来这四年 能够非常愉快 找到自己生命的一个起点 然后快快乐的 度过这四年的这个过程 同时跟自己的同学 也非常愉快的相处 在人际关系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希望同学呢 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那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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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